央视知名篮球解说员杨健 访问到一半眼泪突然山栏泪下 难过到搂着一旁同样面色凝重的 前中国男篮主帅杜峰 杜峰虽然说着话 但镜头焦点全是眼眶泛泪的解说员 采访过程不时抿着嘴唇忍住泪水 而让这名转播员落下男人泪的真正原因是 中国男篮实在输得太惨了 中国男篮以75比96输给了菲律宾队 以一胜四负的战绩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 不仅无缘直通巴黎奥运 而且还失去了参加落选赛的资格 2023年世界杯篮球赛 中国男篮也21分大输菲律宾 无缘巴黎奥运 不仅中国球迷气到在网路上留言 狂喷中国篮球真的垃圾 还有人捕捉到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 观赛时全程眉头深锁 气到脸都变形 姚明表态承担责任 不料中国球迷不但不领情 还在网路上疯狂出征 留言要求姚明下课别再危害中国篮球 还有人认为姚明欠大家一个道歉 竟然指派不太会讲中文的塞尔维亚名将 乔尔杰维奇担当总教练 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篮球体制 本身就有问题 错不在他 姚明所种的树还没有结果 现在这批运动员都是上一阶段 蓝鞋的产物而已 中国南蓝运动员们背负中国14亿人民的期待 没想到最终人疏求 心中的压力有多大 这名情绪激动的转播员 全都看在盈利 我就是觉得挺心不甘的 另外一个挺为我们运动员赶到北去的 三连新闻写电话报道